外观小巧,四核WiFi7带2.5G网口的路由器 没想到只要这个价,果断下单,然后就被砍单了 最后请朋友下单才买到 型号是H3C-NE36 Pro,无线是3600MHz 目前这个速率只有高通方案,也就是和小米BE3600MHz一样 我们看一下它后面的介绍吧 第一点,3600MHz无线速率 但是下面又写着240MHz大频宽 如果支持240MHz大频宽 那它的速率就不是3600MHz了 这里应该是标错了 下面5G速率2882MHz,肯定是160MHz的频宽 打开包装,盒子里面塞得很满 首先抽出的是配件盒 路由器天线是收起来放的,节约了不少空间 配件有说明书,12V 1.5A电源,超5类的网线 配件的颜色与路由器不同 路由器的正面有个状态指示灯 上方品牌和WiFi器的标识都是金色的 这个是Mesh组网按钮 后面的标签上有基本信息 其中型号是N13602 这款是2.5G版 还有个千兆版本的型号是N13601 下面的网口标识不太清晰 这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支持2.5G但没有标出来的 1口是2.5G,LAN口都是千兆的 旁边是电源孔和重置按钮 路由器的大小与小米BE3600基本一样 从侧面看高度也差不多 主要的区别是H3C的天线可以折叠 小米是固定的 我们再拆机看看 散热设计挺特别的 这面小散热片可以将热量导出到外壳上 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散热片 散热片重量是53克 散热看上去没问题 后面再实际测试 它的主芯片用的是高通IPQ5312 四核1.1G 内存256兆 无线芯片是QCN6402 2.4G和5G都有外置独立功放 网口芯片分别是支持2.5G的QCA8081 和千兆交换芯片RTL8367S 相对于小米BE366用的国产芯片 更加容易适配第三方系统 路由器默认就是WiFi7模式 手动开启MLO后 手机的协商速度是3226兆 我们先测速看看 千兆宽带全球网测APP 1290兆 换成花瓣测速 1253兆 第二次 1240 带2.5G口的路由器跑千兆宽带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我习惯再测一下双万 在后台找了一圈 发现不支持 后台还有个很奇怪的地方 上网线速功能默认是开启的 只是下面的规则是空的 我把QS关闭试试看 花瓣测速APP 速度瞬间跑到了1400 之后慢慢的被压下来 第二次也是这样 另外它的QS效果很奇怪 我在APP里面给手机限速1000兆 然后测速发现全球网测被限到了300多兆 第二次500多 换花瓣测速1200兆 再测一次是900多 这次看似正常了 我又测了一次又变成了1200 之后又变成了900多 有人可能会说花瓣AR测速不准 其实是准的 手机顶部的速度也到了149 大MB 也就是1192兆 我们再看看WiFi信号怎么样 开启44线到穿墙模式 其他都保持默认 5G Wi-Fi有两条空间流 带KV漫游 波速成型的天线数量是2 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 套路面积80平 录游器放在图上的A点 录游器离地面56厘米 这个高度是模拟电视柜的高度 录游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 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 H3C NE36 Pro 待机功率5.9W 整体表现与小米B1300差不多 BCD三点 上传速度稍微低一些 与5G Wi-Fi三天线的录游器相比 单独的5G信号有一定差距 我们再看看温度 环境温度大约30度 录游器运行一整天 正面温度最高点是48度 发热区域刚好与主板上的小散热片对应 热量应该是顺利导出了 顶部最高55度 后面是57度 通过Tianet连接录游器 端口99 称号H3C 密码就是后台密码 查询得知核心温度79度 作为对比 雷克N60只有46度 虽然温度高 但是不影响速度 测速三次 每次都能跑满千兆宽带 测速的过程中 温度上升一度 我们再试试实际下载 使用迅雷下载系统镜像 速度也没有问题 下载4G多的文件 温度只上升2度 总结 H3C N136 Pro 采用高通B1-3006方案 处理机是IPQ5312 四核1.1G 内存256M 闪存128M 再加上2.5G网口 170元不到的价格是非常超值的 相对于小米B1-3006 优点是网口芯片 很方便适配第三方固件 缺点是系统不支持双腕 QS限速功能不太准确 也没有类似小米的行为管控 我不知道视频发出后 这个优惠还有没有 如果超过200元 就不太推荐了 感谢观看